這個是在商業收看由我來organize的一套題目 那一樣它這個我把它 我想我今天會花一點時間把商業收看做過的一些 所謂公司的報導 或是說它比較不是那麼 比較跟社會價值有關的一些報導的東西拿出來跟大家分享 那以至於回答 我們剛剛提到我們怎麼樣去行銷這樣的一個議題的那個技術是什麼 我想今天來這邊大概有那樣的心情想要把對的事情 正義的事情對環境好的事情傳播出去 我想這個態度大概就有點關 大家多快點坐在這裡 那現在就是說技術這件事我們怎麼樣用一個好的技術 把這件事情做得更亮眼影響更多人 一樣剛剛那個好人運動也是一個技術的問題 因為有了技術 當然它本來就很 他們本來就是非常純粹的一種只是想要幫忙 讓我們年輕孩子知道幫忙人家的這樣的一個意義的時候 所以它是一個很純粹的事情 那我們在幫他們敲點邊虎做一點技術上的知識 然後做了這件事情 所以你可以從中間的那個那個 為了一些一個看看 所以這個叫做台灣9號奇蹟 不知道大家對這件事情有沒有印象 那這個是在講說台灣的毛豆的故事 就是說毛豆在台灣的南端 他們把台灣9號的這個民種的毛豆變成的是一個賣到日本去 然後打敗了中國 然後我們的農產品走到國際的一個事情 那這個也是一種比較屬於農業的 比較 就是說對 這個 這個 台灣QA賽舉裡面我們的農產品是沒有優勢的 那中國都起來了 他們量那麼多 那以前台灣的很多農產品 什麼香菇啦 什麼鳳梨啦 什麼這個 這個 金針啦 什麼很多的農產品一一都被 中國都被公民家打敗了 那我們這個 還有很強的競爭力 它怎麼來的 所以我們這個故事也是在講說 要做一個正面的事情 要行銷一個正面的事情 那行銷一個正面的事情 一樣還是要遇到老問題 就是說 對啦 他們競爭力很好 但是 有一群人在南部很會做毛豆 那干我什麼事 我為什麼要花九塊看這個題目 那他干我什麼事 我為什麼要關心他 所以這裡面就牽涉到 我剛剛講 就是我們在商業週刊 操作這種題目 或是任何的大題目 可以大家先快速的瀏覽一下 等一下會分組之後 可以再繼續看 那就是說 我們在操作這種大型的題目的時候 我們會在乎 兩件事情 一個叫 角度 一個叫觀點 角度 一個叫觀點 什麼叫角度 什麼叫觀點 在這個故事裡面 我們要講一群人很成功 講一個產業很成功 講一個產業他們不怕困難走出去了 這個事情的成功 那這件事情我們要怎麼去講它呢 這個角度是什麼呢 我後來到商桌大概 快兩年我才慢慢搞不懂 角度跟觀點 什麼 董老師角度跟觀點 我會講一下 我會講一下 我後來發現 就是說我們舉一個例子 就是說 我們今天要去楊明山看花季 我們要上楊明山嘛 三月花季 那 有兩個大道可以走 有後山可以走 有這個什麼 從這個至山路 還是什麼 什麼行一路都可以上楊明山 不同的路 都可以上到楊明山看花 那不同的路 看到的風景是不一樣的 你可能看到的 我今天走兩個大道上去 楊明山下來 跟我走至山路上去下來 因為我們討論說 我們今天看到什麼 今年的話叫怎麼樣 可能大家談論的不太會一樣 因為我們看到的風景不太一樣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走全部的山 我們必須只能走某一條路上去 所以走某一條路就是角度 我們選擇什麼角度去切進去 我們上週的操作 大概會去講這個事情 我就反覆反覆我想今天大家上課 只要記得角度跟觀點就好了 角度跟觀點就好了 你們以後在處理任何題目的時候 想清楚 我今天要做什麼角度 以至於我可以有什麼樣的觀點 和事也好 或是這個 這個 這個 這個花蓮 這個這個 花東的這個 海岸的問題也好 或是國王實話也好 它每個都是很大的題目 你要講能源啊 講什麼核廢料都可以講 影響小孩的問題啦 講輔導啦 爸爸兄 你講不完 那我們今天只能選擇一條路 只能選擇一個角度去講 然後我們這個角度是最瑞的角度 最 最有 最特別的角度也好 或是最能產生影響力 簡單講就是角度觀點影響力 我覺得我們做任何題目 把這三件事情想清楚 我們 而不是說我們抓到什麼就做什麼 因為 當我們知道我們要走哪一條路的時候 我們就不會 就不會說 哇 抓到了什麼東西都是菜 那我們去採訪誰都 把他的 話都寫進來 那你寫這種流水帳 你 你所見所聞都寫進來 變成是一個遊記 它一定不會有影響力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們今天包括待會大家練習的時候 去轉模這個事情 我覺得他不 我們說我到三週兩年才 慢慢把這件事情搞好 所以大家也不用急 我覺得大家包括討論跟分享的時候 我覺得大家在找這個事情 能更掌握到那個概念 就是說 一個角度跟觀點會取決什麼 那 以剛剛講 以剛剛那個好人的故事 我的角度 我切的角度是 是 人的 人的 人的幫助的這個事情 嗯 剛剛有叫不是那個自由 我現在回到這個 這個九號 就是說 好我們現在講 講一群人要 怎麼打敗WTO 怎麼打敗這個 這個 逆境 我們要切什麼角度 其實在商業週刊 我們比較擅長的都是 切人物的角度 讓人的 臉孔出來 其實我們在後面的時候 其實在賣這張照片 我們其實就在告訴你 其實 任何的題目啊 任何再了不起偉大的題目 都是人 最能吸引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那個 唐山大地震這個電影 有看過的 可不可以舉一下 對 那我簡單講一下 其實這部電影 我其實本來看那個片 你又覺得 我還不想看 而且就是 又是 對 然後我後來 每次在出差在飛機上看 哇 看得很痛苦有力 他在講說 一個大地震的大時代 那好空間要拍一個九位大地震 你如果今天是個紀錄片的導演 你要怎麼拍 哇 你要拍多一點四十七分 然後天涯地震什麼什麼 可是 他們就是去交戰 唐山大地震這個故事 有沒有人想要分享一下還是 那種 還記得嗎 記的故事很難 然後忘記了 哈哈 這是很好的 好像會講 一個兄妹的故事 對對對 他就是 他的電影大概寫三分鐘 就在講一個家庭 然後 父母還有就是 夫婦跟一對兄妹 一個哥哥跟妹妹 那我覺得 中國人還蠻會長狗血 就是說 哇 一個大事 然後一個事件突然 晚上開始突然天涯地震 開始逃難 這個畫面開始進來 大概 電影兩三分鐘開始進來 我覺得有時候 就是說我還蠻喜歡看電影 或是看紀錄片 看人家怎麼切角度 我覺得大家 因為想要做傳播 或是想要把事情做不好 我覺得大家以後再看這些報道 尤其是 像商周 天下的這種大型的報道 你可以試著去傳播 他是怎麼切角度 怎麼建立觀點 然後產生影響力 因為你沒有角度沒有觀點 你就沒有影響力 就跟一個人穿衣服一樣 一個人的打扮一樣 你沒有你的看法 你的看法又沒有風格 就不會影響別人 你就只是一般般的 然後可看可不看 這種報道真的滿地都是 那我們真的不用浪費 這些利息 也不要砍那麼多數 這些有可看可不看的東西 那既然我們想要做 然後我就把它這個技術 運用得熟練一點 唐山大地震這個故事是在講 一陣來了 然後 爸爸被壓死了 然後 兄妹 被壓在 然後媽媽哭得很慘 然後 終於救難隊來了 爸爸已經沒有辦法救了 已經沒有棄了 然後只能救兄妹 其中一陣 因為時間很緊迫 因為 就像他一直跟媽媽說 你要趕快下決定 到底你要救哥哥還是救妹妹 因為房子已經快要倒了 我們只能有 我們剩下的時間 只能救哥哥或妹妹 媽媽趕快決定 哇 這故事真是 就從這邊切進來 他是切一個家庭 在那個大的變故裡面的變化 他就切這個 非常非常小的一件事情 一個這麼大的地震 幾十 幾千人死亡 他就切某一個家庭發生的事情 然後這個切片切進去 媽媽很猶豫啊 怎麼辦 最初當然救哥哥嘛 因為華人社會嘛 因為怎麼樣 因為兒子怎麼樣 那 後來哥哥救出來 腳斷了 但是活下來 妹妹 後來救完妹妹 房子又倒了 救完妹妹就走了 妹妹就被抬到這個停屍的地方 結果妹妹沒有死 故事就 這才有故事 對 妹妹沒有死 但是 當媽媽跟救完妹說要救哥哥 這個過程妹妹全部聽進去了 妹妹沒有死 故事就從這裡開始展開 然後妹妹因為這樣子 就到另外一個軍人的家庭祭陽 然後就加到外國父 然後就有一天 經過另外一個什麼大地震 川震還什麼震 他們又在救難隊重逢 這個姐妹重逢 然後 這個女兒回去看媽媽 非常愛恨交織 當年為什麼你不救我 媽媽也很痛苦啊 但是這個也很好 好酷 好酷的也好不足 這個 就是說他一個這麼大的故事 他就切一個家庭的 背禮跟抉擇 你是媽媽的 不知道什麼決定 沒辦法啊 那當然 留下香火嘛 就怎麼辦 但是 他在華人社會的這樣 氛圍下 我覺得那個是 當然沒有人會責難 在那個災難下做任何的決定 但是他的故事就是從這裡切進來 所以他最後講的觀點是說 其實 在一個災難下 人們是沒有什麼自主 其實太多的時候 人們是沒有什麼能力去決定 自己可以怎麼樣 他其實是在講說一個 這樣的災難下的命運 的一種 一種 無奈或是什麼 哇那故事好好哭 我那最好哭的就是 他到後來 妹妹去看媽媽 當然 很矛盾 但是 後來媽媽就帶他去看爸爸的墳墓 然後他在爸爸的墳墓旁邊 說其實 我幫你留了一個墳墓 而且 每年 哥哥 每年你入學的時候 每年 就是說他簡單講 那個小孩不在 他每年還是幫他買課本 然後幫他買那個國小課本 一路買到國中 然後把那些課本都放在他的 那個披冠旁裡面 那樣的一種 就是說他媽媽其實 某種程度是 還是惦記著這個小孩的那種心情 非常非常濃烈之類的 就是說 他們就是在玩 就是在戲劇的張力去表現這樣的 那 這裡面就牽涉到 因為他選了 那樣的一個切點是 最有 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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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力也是這個課 要跟大家分享的關鍵字 我覺得這個 剛剛那個 好人的那個報道裡面 也有一個張力 就天那麼熱 他們的熱情比天氣更熱 那個張力存在 張力就是說 他怎麼會這樣 那東西那麼熱了 還去那邊幹嘛 或是說 反正張力就是 類似 就是說對比 這個對比是很強烈的 那我覺得一個報道 我覺得 一個報道會吸引人 真的這些元素 真的是要非常關鍵 好 那我剛剛講到切點 好我們今天 覺得這個養得到 要去看花實在是太無聊了 每年都走 每年都走這段 我們今年打算從明德樂園 後面的這個 這個小路上去 欸 這是我們的切點 因為我們 收集了很多資料 我們聽說 這邊上去 到了某一個展望 可以看到 最棒的 無敵的景觀 跟無敵的這個 什麼什麼什麼 什麼櫻花什麼花的